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旗鼓雙贏 今天大盤好像不怎麼樣嘛 對不對 可是注意看喔 我們的家方已經漲了 42% 還在創新高 現在還有誰有爆到這種股票 對不對 另外前天才講的台塑話 昨天已經漲到92塊多了 OK 那之後的走勢會怎麼樣呢 還有今天的台積電 報紙頭條 什麼反應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不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今天兩大報的報紙是在這 第一個經濟日報的台美經濟對話 20日登場 主要大家注意看喔 主要要什麼 討論醫療安全跟5G議題 那表示什麼 這個就是主流的部分 以後我們就要多留意 到時候老師會再來看有什麼樣的類 應該說什麼樣的題材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來做留意 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 最主要的工商時報這個新聞 瑞銀罕台積電625元 現在台積電多少錢 400多 價差很多耶 你有去搶嗎 跟你說千萬不要 為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沒消息 硬製造消息出來 尤其是外資最喜歡這樣子高 這個要特別的留意 來我們來看下面還有什麼重點 來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 更上看700元 我說有沒有搞錯啊 還要帶領台股沖上2萬點 我說在這種創新高的時候 我說就不怕什麼 井上天花的一個消息出來 你知道嗎 我說前兩天台積電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昨天我說只要台積電不跌 這個盤就會站穩在1萬3之上 結果昨天怎麼樣 昨天是不是大漲收最高 對不對 那今天呢 台積電利多出來 結果出現什麼事 在平盤上下震盪 我說這無礙多頭 可以這麼說 可是昨天已經跟大家分析過 分析過什麼 這一次衝關站穩1萬3 不是電子股的事 是誰的事情 是不是其他非電子 金融 塑化 結果這些什麼 今天都休息了 對不對 既然這邊談到台積電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長怎樣 來 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 利多 利多開高 開高之後發生什麼事 開高走低 有沒有看到 錄影的時候 之前11點多 開高走低 這種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格局怎麼樣 來未出現代量突破格局 盤整格局為變它有沒有量 量是不是沒出來 之前這一根這麼大量 在這裡 後面的量也都還那麼大 現在有沒有量 沒有耶 老師一直在節目上有強調 什麼事情 要突破一個格局的時候 一定要有出現哪兩種狀況 他說第一種 你應該也會背了吧 第一種是什麼 就是代量突破 對不對 代量突破新高 而且要收在那個反壓區之上 這個叫真突破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我沒有說它一定會有 有時候突破又跌回來 也是有看到過 對不對 只是說你要代量突破 站穩壓力區之上 這個表示什麼 它的一個突破的機率就是很高 另外一種是怎樣 像這次的大盤就是這種狀態 跳空過去 量明明不夠啊 可是它跳空過去 直接跳過反壓區 然後就撐在反壓區之上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我在禮拜 今天禮拜 禮拜一 就跟大家講 講什麼 我說禮拜一啊 禮拜忘了 反正就是那天有跟大家講 因為那時候還沒收盤 我說那天只要收盤怎樣 收在 當天的震盪幅度的中心點之上 我就認定它是真的 OK就是真突破 結果還真的 隔天繼續大漲 站穩 今天亮縮在那邊震盪 OK沒有問題 這格局我直接跟大家講 一萬三反壓變支撐 OK 一萬三變支撐了喔 要留意喔 所以說這個時候可以做股票 當然可以做股票 問題是你要挑什麼股票而已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持股到底發生什麼事 OK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大盤 來大盤 加權指數今天發生什麼事 來加權指數 今天11月12號 開高走低 平盤上下震盪 震盪不大啊 我說昨天激情過後要休息一下吧 對不對 尤其是在衝關的時候 那很累的 大家緊張得要命 OK 昨天已經表態了 收最高 你說還有沒有一堆人在看空 我要看空的自己留意一下 而且重點在哪裡 我說做對做錯是一回事 你會不會停損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一直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我說做交易做投資這件事 沒有那種穩賺不賠的這種回事 OK 所以說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可以做錯 可是你一定要設好什麼 你的停損怎麼設 對不對 我說老師在進場的時候 怎麼出場我都想好了 賺錢怎麼出 賠錢怎麼出 你都已經先設定好了 所以我從來不會在盤中在說 在想說怎麼辦 現在我要做什麼動作 不需要 因為進場前都已經決定好了 OK 所以不用擔心 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今天預估量只有2093 昨天多少2391 量縮了一層多 還不少 所以以這邊來看 不用擔心 為什麼 今天本來就是量縮整理的盤 平盤上架整理 而且大家留意 所有的盤式格局都是一樣 怎麼說一樣 就是它漲一段之後 會出現什麼 就是它一個大波動之後 會出現什麼 就開始變小波動 尤其在這一個剛衝關之後 又拉長紅表態完以後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它會出現一個量縮整理的一個現象 而且重點在哪裡 下個禮拜三 就是什麼 月結算 月結算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 這個月的那個什麼 期貨要做個了結 選擇權要做個了結 對不對 那這邊已經表態了 你就知道要做哪一邊比較 比較有力 我只能這麼說 重點在這裡 好 那我們之前呢 來 還有一個 加權指數的格局 這一張圖呢 從九月一直看到現在 它一直在 我一直說重點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次呢 它已經衝關過了 到這了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創建考 有 可是量縮嘛 我說就是整理格局 不用想太多 整理格局 在這個新階段 你要怎麼挑選股票 我們要 要照著政策去走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可是這些政策 哪些股票是可以做的 我跟你講 那一天什麼 拜登 美國總統拜登 確定當選的當下 隔天 報紙是不是丟出來 拜登概念股有哪些 可是這些股票 真的都有動嗎 未必喔 老是不是一直幫你追蹤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哪一些股票是值得追蹤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堆是不是拜登概念股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些 之前被封殺的華為中心嗎 還有綠能的部分 資產類股跟生計類 留意喔 那天是這個狀況對不對 這是第一天 發生什麼事 我說重點在哪裡 你看 紅的是不是這一塊 這是第一天 紅的是不是這一塊 從台聚到這裡 第一天 再下一天 越來越明確了 是不是這一塊 有沒有 漲多跌少 漲得多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是今天 這兩檔小回檔 小跌 這兩檔還是紅的 其他你看這邊都還是黑的 表示這個已經怎樣 你就要留意了對不對 那上面這個大型股 這不用說 台積電 聯發科 聯勇這些 這個不用說 而且剛剛這些也都沒有動 重點還是在這一塊 怎麼去觀察 我們是不是要一直持續的來觀察 你才會知道中間的差異性在哪裡 對不對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推薦的 應該怎麼說 我們之前有觀察 跟大家做介紹的股票 到底現在怎麼樣 加幫為什麼可以漲 漲42%這麼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全球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七谷蒜英 我是許志偉 我們今天很特別 怎麼特別 今天不是很多 尤其是電子股在休息 可是家旁居然還在創新搞說 哇真的很特別 OK 那問題是 為什麼可以 因為最近第三季 季爆出來了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好了 這時候 我在10月13號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我是不是看他的財報 對不對 毛利啊 跟他的EPS的部分 對不對 觀察 大家都是成長的 然後再看什麼 應收持續成長 看到沒有 這麼好的公司為什麼不買 因為實際要對的時候才買啊 什麼時候對 我說那時候就講 什麼時候對 股價在月季線以上 而且多口格局明確 再加上什麼 成交量 有沒有成交量出來了 有 然後我就說OK 重點在哪裡 成交量要出來 量先駕行 這些才是我要留意的股票 可是我在做這些功課之前 我做了什麼事 對不對 我說我們先挑出來 什麼趨勢要對 什麼趨勢 是不是產業的趨勢要對 基本面的趨勢也要對 最後 價量關係的趨勢也都出來之後 我在看股價趨勢 有沒有配合 有配合的時候 我才要進場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一天之後 進場了 大家記得 注意看喔 從多少錢 平盤價38.6 那天漲停42.45 有沒有 直接漲停板 10月15日 然後呢 10月16日 繼續漲 對不對 漲到多少 45點多 一下子兩天馬上就快20%了 然後之後在那邊震盪 到這裡 10月23日 47.7 還記得剛剛講 我們買多少錢 是不是38點多到39塊多 對不對 現在已經多少 10月23日 已經47.7了 然後中間 到昨天是51.2 然後這邊季報出來了 這邊有沒有畫 來季報這邊 注意看喔 毛利率有沒有持續成長 是不是27.93 這邊是26.34 是不是一直成長過來 獲利有沒有成長 1.07 是不是又倍增了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又倍增了 所以說 繼續 繼續漲 今天 11月12日 55.1 最高到哪裡 最高到56.2 56.2 看到沒有 之前這個量一直出來 然後之後再漲 還是有量 可是沒有這個那麼大 在這之前都是安全的 上漲趨勢不破 你看 那時候已經畫給大家看了嘛 波段漲幅已經到42%了 我們39.3%緊張 如果說你在那時候看到 老師在介紹 你是不是可以賺得到這一檔 我們的會員朋友有買 對不對 問題是我們中間有來回操作 懂嗎 當然現在已經算漲不少了 問題是他還不可以操作 他趨勢沒有變之前都有機會 只是你要怎麼買 很重要 你沒有參加會員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該進場 如果說真的不對 什麼時候該出 講到要出場這件事 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很重要 什麼觀念 我說 我們在做交易的時候 我一定要先考量到 風險跟利潤的關係 風險是一個相對低的風險 什麼叫相對低 老師已經跟大家做分享很多次了 我說我在進場的當下 怎麼出場都已經決定好 賺錢怎麼出 賠錢怎麼出 都決定好 重點就在於賠錢怎麼出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我說老師是不套勞 因為我小虧一點點我就算了 我就閃了 一檔股票我賠不到幾% 賠不到5%10% 可是賺可以賺40幾%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總資金來講 那只佔你總資金來可能2%而已 你捨不得賣啊 你說捨不得賣就不要來參加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的 會員的戶頭裡的 股票全都是賺錢的才行 我說小虧可以大賠不行 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我呢 風險控制好 確認好之後 就是用利潤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永遠是怎樣 永遠是怎樣 永遠不會大賠 記得 你永遠不會大賠 你才有賺錢的機會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大賠 很抱歉就不要 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 我之前 因為我之前做業務經理 那時候有很多客戶 其中有客戶 他那一年 他的大戶 他那一年賺很 他的勝率非常高 我看看賺錢賣掉的 居然有百分之九十幾 我說這也太厲害了吧 問題是在哪裡 他那一年總共合起來是虧了 虧了一千多萬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那是因為他都小賺小賺啊 對不對 他抱不住嘛 他小賺就出場了 可是重點是賠錢都不賣 所以你會看到他戶頭裡 都是賺錢 都是 就是交易紀錄 都是賺錢都賣掉 賠錢的一直抱著 甚至於還一路加碼 應該算貪品吧 那不算加碼 OK 所以說 千萬不要做這事啊 沒有講不清楚 老師在那邊跟你們分享 跟大家分享 你就要了解 確定說 千萬不要捨不得賣賠錢的股票 很重要 OK 來我們既然講到賣股票這件事 我們最近賣了什麼股票 來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10月30號跟大家介紹的 對不對 待遇啊 毛利成長60.9 EPS成長178倍 本來都很看好喔 我們也買進了喔 我們買在133的 營收持續成長 不得了吧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接到Amazon的訂單 你看 Amazon跟他講說 你有多少貨 我就收多少 真是不得了啊 結果那天開低走高 我們買在133 10月30號嘛 然後呢 之後 就一路漲 記得 你看喔 那時候多少 135 這個時候多少錢 159.5 我記得那一天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就是出在159.5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之後呢 我說我們賺錢出嘛 那個波段漲幅20% 波段漲幅20% 結果今天 那一天因為消息面影響 我說我們出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居家運動 他說他是防疫概念股 我說 居家運動 就因為有疫苗 他就不用 就不會在家運動了 真奇怪 不過這是消息面的影響 那沒辦法 好不好 所以該出我們還是照出 沒辦法 OK 所以說我們出了 出完之後 哇 跌到這來 你看 老師在做交易的時候 都規劃好了 什麼狀況不對 我們就先閃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一檔 賺錢 也還賺16% 還不錯 OK 那另外 後來我們前兩天 介紹什麼股票 我來看一下 才講完台塑話 有沒有 毛利由負轉正 轉虧為盈 第三季季爆出來 第二季第一季都還在賠錢 有沒有看到 而且一下變賺這麼多 所以馬上就引起我的流益啊 留意什麼 賺錢的股票 那另外 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天怎樣 開高走高 有沒有 我說這個時候 我那天有介紹 出量區在這 已經帶量突破反壓區了 是不是可以買進 那時候多少錢 85塊多 85塊多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 隔天繼續漲 90塊3 大家留意看 今天 91塊8 而且還開低走高 趨勢一旦成立 沒有那麼快結束的 來 最高 昨天到936 漲多後獲利回圖 短多格局不變 你看 我們是不是要留意一些 什麼狀況出現了 財報公佈之後 它有沒有配合 我說重點不在於消息本身 在於什麼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這股票怎麼反應嘛 重點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你看 老師加幫賺40% 待宇賺16% 波段漲幅有20% 再加上剛剛 台塑化一下就10%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跟上 如果說你手上的股票 都是套牢的 你或許需要做一下調整 調整成像老師一樣會賺錢的股票 這樣你才可以獲利啊 不然呢 對不對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賺錢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不知道把你手上的股票該怎麼處理的 馬上聯絡我們服務人員 好 我們服務人員會幫你 熱情的來幫助你 那你的股票 老師會親自檢視 會告訴你你的股票該怎麼辦 OK 如果有興趣的 馬上來參與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